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王竹子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一点刺激一点的话题吧 也就是啊,大家知道我是玩SM圈的嘛 而且我是个双 刚进圈的时候啊 我是一个以M身份进圈的 但是其实我内心当中呢 也觉得自己可能有S天分 然后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收过好几个9M 就是应该有很多人好奇啊 就是女S跟9M她是怎么玩的 是怎样一个相处方式 所以呢,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讲 我在我们西蒙之家调教过的几个9M 首先啊,我先说一下 我的第一次当女S的经历吧 毕竟第一次我肯定 就像初恋一样,肯定是很难忘的 我记得那一年夏天 有一个在西蒙之家跟我认识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也聊了很久的同城的一个9M 然后她就跟我吐藏啊 她约着一个女S 竟然带着她的对象跟她一起见面 然后全程呢就蛮尴尬的 就说的也特别可怜 其实在SM圈呢,就是男女双条呢有很多 但是一般你约9M的时候 你没有7天跟她说清楚 或者说第一次的时候 9M都会觉得很尴尬 或者觉得挺那什么的 那当时呢我就出于女生天生的同情心嘛 当然我也承认我自己是有点点小心思的 当时觉得自己有点女S倾向 一直想试一试 然后我就跟她约了十件 然后她跟我说 她想要我给她一次就是狠狠的SP 我在网上我就是当时我俩聊天我就答应 然后觉得自己特别霸气 然后也很痛快的就说消 但十件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有点慌张 然后也有点胆怯的 就是但是在这个情绪当中我还有点激动 但毕竟是第一次嘛 然后找她的路上呢 我就买了两杯奶茶 我觉得我这是作为女S 给9M的一种关心 也是缓解尴尬的 就是一点点小心思吧 然后我对她第一印象是 我觉得哇塞 这个小男孩好好受啊 然后背着一个比自己还大的一个书包 看起来小小的奶奶的 就感觉自己比她壮了好多 然后我当时那种感觉自己 浑身上下的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还有那种施虐的欲望 然后那个比她大的书包里边 真的东西好全好全 就什么散边啊 藤条皮拍戒齿等等等等 我感觉自己作为女S的基因 一下就被触动了 所以其实从那时开始 我为什么喜欢囤 就是囤工具 我觉得从那时开始就有了这种癖好吧 但是啊就是 她真的非常非常瘦 然后脱了衣服以后就 感觉就皮薄骨头 我就觉得有点心疼她 然后我不太敢用力 后来她脸红红的又不叫 然后我就开始动了坏心思 我就越来越狠 然后她就求饶 但是她求饶也是那种 弱弱奶奶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 反正我是听她 就越听她求饶我就越兴奋 不过由于第一次实践 就不太清楚力度 也怕把她打坏 也就停了一会儿 然后她又想那啥 然后我就和她商量 商量我说再打一会儿啊 怎么怎么的 她当时我当时心里想啊 原来M都一个样 打的时候哭天喊地 不打了不疼了 她又想要挨揍 那应她的要求呢 我又打了她一会儿 但是毕竟是新手嘛 我也不太敢带太用力 主要是自己都没有什么主人的威严 打一顿熟悉了以后 她又开始化多了 也就开始疲了 甚至主动要求换数据线 你们都知道数据线的威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她一直在求饶 然后我就和她商量了一下 我说打30下数据线就结尾 然后用力也比较大 感觉有的地方都破皮了 然后我就用凉水 给她去冰敷了一下 结束以后 我们甚至还冷静地一起 打了把游戏 然后就各回各家了 事后啊 就是我在网上问起她的感受 她竟然还嘴硬跟我说打得亲了 就说句实话 在时候我就联想到自己 因为我之前在跟她约条的时候 我一直是一个M嘛 那我想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像她这样 感觉好像有点类似 但是我不那么扛纵 那总的一总的来说呢 第一次还是比较愉快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接下来要讲的呢 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了 算是我很认真对待的一个9M吧 那我对她呢 一开始是见四起义 就怎么说呢 她就是那种长得很反差 从外表上面看啊 就根本看不出来 她是9M的那种 棱角分明 龙眉大眼呢 知道她是9M的时候 还特别惊讶 我这个人就是对那种反差 就没什么抵抗力 所以呢 是我主动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然后开始撩她 刚接触的时候 我还 就是她还真的是那种蛮高冷的 回我消息都是很礼貌 然后就一个字一个字 嗯啊就那种 但是她越这样 我就越上头 我坚持不懈的找她 大概撩了她三个多月吧 才跟她确定的关系 中间呢 我也跟她见过几次面 但是都没有调教 就是单纯的约会啊 吃吃饭 看看 看看电影 逛逛街什么的 那我跟她第一次调教的时候呢 我说实话 我整个人是颤抖的 我就比她还紧张 然后我就 我觉得我是 当时让她偷光了衣服 躺在床上 然后我先拿绳子给她 给她整个绑起来 然后我让她跪在地上 拿着鞭子对她SP 然后我就看着她 顶着那张帅气的脸 光着身子 然后身上还捆着绳子 乖乖地跪到地上的时候 我感觉我身体里面的那种小野兽 都要冲出来了 然后我下手的每一下鞭子都很重 因为对我来说 我打得越狠 说明我这个 这个人我就越喜欢 他就更能激发我 我更多的欲望吧 但是结束以后啊 我看他身上那些伤痕 我就特别特别的心疼 然后又开始给他 小心翼翼地敷药膏啊 就那次我确实是很认真的 我俩是向情侣方向发展的 他一开始也从慢慢的 从高冷变得特别依赖我 但是同时呢 也对我展露了 就是最真实的一面 也就是敏感脆弱 粘人 我那个时候就 就是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意识不到 他是因为在乎我 也没有想到说 我应该去满足他的安全感 处理他的一些敏感的情绪 反而我觉得 我可能当时表现着不耐烦 然后我还教育他 应该要独立坚强一点 后来也因为他 在我这找不到那种安全感 然后他的坏情绪 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妥善的解决吧 然后就主动跟我 提出了结束关系 说实话 就是那段感情对我来说 影响还挺大的 我伤心了好一段时间 我才走出来 同时呢 我也成长了很多 后来我把这些所有东西呢 都只能说转移到后来的人身上了 总结一下吧 就是我做女S的经验 我觉得啊 首先女S得关注男M的心理 真的不要像我一样 一开始就那样心很大的 然后无意间伤了男M的心 其次呢 女S要懂得男性的一些生理知识 然后给男M良好的体验 同时呢 也保证他们的安全 最后呢 女S也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毕竟啊 男M跟女M它是一样的 人家也需要体验感 你不够专业的话呢 也留不住你喜欢的男M 虽然说女S是女生 但是也不单纯的去发泄自己的暴力的情绪 就可以了 不管是男S还是女S 对于自己的M 都有着一定的责任 但是负起责任同时呢 还要保护好自己 不让自己的M受伤 同时也不让自己受伤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的悲伤的故事也说完了 嗯 如果看视频的你呢 想要找一个和自己趣味相同的小伙伴 或者说想找一个S或者M 欢迎来到我们国内最大的开放式关系 教育社区三米岛 我是王竹子 我在三米岛等你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